每个周末都是做甜品的日子呀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博 今天我们来做两款五分钟就能搞定的神仙甜品 豆乳鲜奶麻薯 第二款是奥利奥鲜奶麻薯 过于嫩滑Q弹只能小心翼翼夹起 裹满这个奥利奥粉奶香浓郁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食材准备木薯淀粉手机倒过来看一下 具体的比例呢大家看一眼字幕 记住一定要按照比例来 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开中火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不停的搅拌 因为它很快就会成型了 阻力会越来越大 用铲子拉起来不轻易滑落就可以 然后用勺子分成小块裹满黄豆粉 是不是很快 就是这么简单五分钟轻松搞定 考虑一下要不要试试看 糯米新人真的爱了这个 冷藏一会再吃口感更佳 奥利奥现代马蜀做法也是一样 就是把豆浆换成牛奶即可 裹上奥利奥粉 我喜欢吃奥利奥但是不喜欢吃那个夹心就很奇怪 可能是太甜了 奶香味很浓 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其实真的觉得很一般 但是后来就上瘾了经常想念这个味道 之前有大兄弟问我女朋友京七能做在啥 那你能做的可多了 买一罐老奶奶酒酿一次放三勺 就是冷水放就行 然后加入白糖煮沸 再加入糯米小丸子 就这种小丸子超市冷藏区都有卖 大兄弟去找吧 煮至小丸子飘起 加点枯杞枸杞红枣就可以出锅了 这里的白糖换成红糖也可 今日份满足 你们圣诞节都去哪里玩了 我在家直接睡过的 这种糯米小丸子一袋可以吃好久 有时候煮牛奶我也会放点当早餐 这个现代麻薯看着软怕麻 实际可Q弹了 得借住个勺子 除了二六岁 你们还可以试试取其碎和那个及时甜椰麦 应该都会蛮好吃的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哦 不借住勺子你还真吃不着 记住一定要按照比例来 不然你就会得到一份三不沾的亲姐妹 三巨沾 好了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